因果的因,它有一个条件才会成熟 那就是时间 你不停地去触及这个伤口 伤口会越来越透 这个因会越造越大 果就会越来越爆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很多人说 我就讲了一句话 为什么老公会离开我 师父还说 其实他不知道 他这个因已经造了太多时间了 才会促成这个果 不是骂一次就会促成这个果的 接下来 让我们看看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菩萨保佑 大雪天,睡下大约二十节楼梯 毫发无损 2021年第一场大雪 早上出门时,雪已经没到小腿 走到拐角楼梯时 脚一滑,手一松 整个人从大楼梯直接滑到底 平稳又迅速 就这么着陆了 黯然无恙 毫发无损 起身拍拍身上的雪 继续步行上班 感菩萨保佑 之后数数 大约二十节台阶呀 想想也是后怕 命里有灾有节的时候 我们无法完全回避掉 但是平时许愿 念经,放生 礼拜菩萨 时时有菩萨的关心和帮助 才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这样的幸运 学佛念经的人都能懂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去看牙医 拔牙和做最后一步的牙根治疗 一路上一直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和一些大悲咒 摇成都很顺利 都没什么疼痛 非常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 感恩同修的分享 下面分享一下自己学习 白化佛法灵念事迹 本周一 我突然感觉很难受 念经也念不动了 然后我上香求菩萨 但我还是没能够 好好地静下心来念经 后来我诵读了一篇 白化佛法 读诵完毕一会儿 就可以顺畅地念经了 白化佛法的能量 真的太大了 内心的喜悦 无以言表 唯有深深感恩 到了晚上 我继续诵读 白化佛法两篇 第二天早上 就梦到自己 排出满多黑的污水 消大业障了呀 真的非常感恩 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师父 给我们留下 这么宝贵的法宝 我会好好珍惜和努力的 法喜充满 白化佛法 第四册 第三十八篇 脱离红尘 走入净尘中 师父开示 什么事情菩萨 都能帮你做到 就看你心成不成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分享下 我今天读完白化佛法 在听师父录音时 刚才突然想到 还是再查一下 给单位补缴成功没 查了 果真没有 还好赶上今天最后一天 提交成功了 要不单位又得说我 我每次遇见事情 总能化险为夷 总有人帮助 以前没学心灵法门时 找工作也费劲 处处有人刁难我 反正就是各种不顺利 学佛后 我总能化险为夷 找工作也顺利了 这就是学佛念经 自然吉祥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肆大悲观世 殷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小男孩 几乎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 因为他从小患有脊髓灰之眼 而留下了瘸腿和一口不整齐突出的牙齿 他很少跟同学游戏玩耍 因为有自卑心 老师叫他回答问题的时候 他也总是低着头 一眼不发 在一个平常的春天 在一个平常的春天 小男孩的父亲从邻居家 要了一些树若他想把他们摘在他们家的房钱的院子里 他叫他的孩子们 每人摘一棵树 父亲对孩子们说 孩子们 谁摘的树苗 长得最好 我就给谁买一件你们最喜欢的礼物 小男孩也想得到父亲的礼物 但看到兄弟姐妹蹦蹦跳跳地提水去浇树的身影 他想到了自己的瘸腿 不知怎么的 他就萌生出一种阴冷的想法 希望自己摘的那棵树苗早一点死去吧 因此他浇过一两次水之后 再也没去搭理它 几天后 小男孩再去看他种的那棵树的时候 惊奇地发现 他不仅没有枯萎 而且还长出了几片新的叶子 与兄弟姐妹们种的树相比 他这棵树显得更加的嫩绿和有生气 父亲一看 兑现了他的诺言 为小男孩买了一件他最喜欢的礼物 并对他说 从你栽的树来看 你长大之后 孩子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植物学家 从那以后 这个瘸腿的小男孩 渐渐地变得乐观起来了 有一天晚上 小男孩躺在床上睡不着 看着窗外那明亮的月光 突然他想起 生物老师讲过 植物一般都在晚上生长 何不去看看自己那棵种植的小树 当他亲手亲脚来到院子的时候 却看见父亲用勺子 在向自己栽种的那棵树下 泼洒的什么 顿时他什么都明白了 原来自己的父亲 一直在偷偷地为自己栽种 那棵小树施肥 他返回房间 任凭泪水 花花的流 几十年过去 那个瘸腿的小男孩 虽然没有成为一名植物学家 但他成为了美国总统 他的名字叫 富兰克林 罗斯福啊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人生需要爱 需要别人的帮助啊 爱 那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养料 哪怕只是一勺的清水 他也能使生命的树苗 茁壮成长啊 观世音菩萨用慈悲的爱 鼓舞我们每个人的人心 让我们懂得要去爱众生 爱别人 不能只爱自己啊 记住了 每个人的泪都得自己擦 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 先天的残疾 无法取代你未来的辉煌 我们做人 别缠着往事不肯走 别赖着曾经不放手啊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果报献钱 是因种得太快 不停在阴的伤口上触及它 必定改变果 果报就献钱快 老板对一个员工很信任 但是员工每次在这个问题上 总出差错 老板必定改变对他的看法 转换他的岗位 开始不信任 很简单的道理 老板让你看店 你店里老缺少东西 但每次都讲不出道理 最后老板一定把你换掉 都是你自己种的因 不负责任的因 所以果报就会来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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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